第15題 將3000公斤的轎車 與8000公斤的大卡車 分別做撞牆的安全設施 若結構相同 若速度皆為每小時60公里 依學理判斷何者破壞力最大 車子撞牆的時候 會把能量傳給牆壁而產生破壞 能量如果越大 產生的破壞力就會越強 就像打裝機 把它拉高 掉下來的時候 高度越高 要重力位能越大 就能夠把裝打到更深的地方 這一題的撞牆測試 他的能量是動能 而我們知道動能的公式叫做1 2mv平方 我們的速度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質量越大 我的動能就會越大 這題我們的卡車的質量比較大 動能比較大 所以產生的破壞力就會比較強 所以第15題問 醫學理判斷何者破壞力最大 我們答案選的是B 大卡車較大 因為質量大產生動能大 馬上 大卡車 就算了 開來